安樂區基金一路路段已經有自癌水公司一區處人員開始挖掘探勘路面下的情況 準備太換已經有40多年歷史的老舊自癌水管 更換新的口徑更大的自癌水管線 來滿足對安樂區大五輪地區現有3萬人口的供水需求 因為基金一二路這段路面下的老舊自癌水管經常爆管影響正常供水 地委林佩祥特地向中央爭取4000萬元的經費 並且邀請市議員鄭凱琳自癌水公司一區處人員和市政府公務處 以及安樂區長當地里長等人聽取施工簡報 預定從8月底開始汰換這個區域雙向400公尺長的老舊自癌水管 預估明年中旬會全部完工 讓這個區域大約2000多戶住戶的自癌水供水會更穩定 安樂區大五輪地帶 其實當初在都市規劃設計的時候 絕對沒有想到有一天這邊會有3萬個安樂區的居民居住在這邊 所以說我們這個水管爆掉的事情 從2021年跨年那一天我就開始看 那中間我自己本人也在這邊看了3次以上水管爆掉 然後我們要趕快修地下水管的事情 那既然說現在已經到3萬人 那他們每天的生活用水都是用本來40幾年前 可能那時候都市計劃不到9000人的水管去打上去硬壓上去的話 這水管破舊了而且水壓也未免太大 所以這次配翔蠻幸運的可以保留預算 爭取到將近兩段工程將近4000萬 或4000萬以上來去做這個 我們安樂區大五輪 基金一路的地下水管的整個泰幻的工程 那因為這個泰幻工程尤其是我們看到基金一路 車流量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也要特地 我特地欠請我的前同事 我的好朋友 鄭凱琳正義做 一起中央地方一起聯手 務必要說在明年中旬的時候 能夠順利的把這整個一基金一路 基金一路的我們最常看到漏水的這些水管 一次把它汰換完 讓我們安樂區大五輪3萬以上的居民 能夠順利的好好的用水 不會怕說有天忽然停水 或者水管爆掉之苦 我真的很感謝我們佩祥委員 這麼努力的來爭取把這個經費能夠保留下來 放在我們大五輪地區 來整建我們的水管的一個工程 在這邊我們也希望說 交為計畫的部分 能夠趕快的 盡速的能夠完成 讓我們這邊的一些水管的工程 能夠盡速的改進 而且因為剛才委員也有講到說 這邊直接到了明年年中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整條路線 從我們這個112巷口一直到 我們的北京華夏 這整段的所有的水管都能夠施工完成 在這一段期間當然我們交通的部分 一定會非常的課難 麻煩 所以也希望說各位經過此路段的所有的好朋友也要注意 立委林佩祥和市議員鄭凱琳也要求水公司務必和市政府配合 一起做好施工期間的交通維護管理措施 避開上下班尖峰時間進行施工 把對交通的影響降到最低 也盡力依照騎乘完成新的自來水管的鋪設工作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